就是這個 差不多吧 所以這個是可以用的 這是剛剛我說的 它底下用紙黏土 紙黏土去弄出來的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看起來是黑色對不對 側面看只有底下是黑色 因為我們整個顏色把它染下去 就會像這樣 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只能夠在底部 所以就像這樣 我如果有時間的話我是會把它分兩次 先這個做好之後 然後底下全部灌透明的 那今天因為我們時間沒那麼久 大家應該沒有打算來兩次 對不對 我就會直接一次 然後把顏色就這樣灌進去 它就不會像這樣子很清楚的分層 那也是另外一種做法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是正灌法 然後做起來大概是這樣 所以等一下一邊做的時候 也可以慢慢拿 因為今天東西好多 就大家可以自己挑你想要的東西 2到3樣 1到2樣 所以你高興就好 因為我一直以為這個沒人要 後來我發現我有個老師做得真漂亮 他直接把它當一個小島灌著 然後底下有一隻螃蟹 或游泳圈 就這樣 就很漂亮了 有時候我想不到的 例如說這個我也沒想到 怎麼會有人想用這個東西 可是在第一場海前國小 有一個老師就用這個 他畫了一堆荷葉 荷葉然後就配合 他就拿了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奇怪這樣 就每個人 對啊 就很像長輩圖那樣東西 可是就是有人可以把它配合得很好 所以大家自己想辦法 然後我們的模子就是這麼大 所以呢 像這艘船也還可以的 像這個 你放上去不用固定 它一定飄著 它一定在上面 但是它一定會在旁邊 它不會在中間 如果你要在中間 就要想辦法 想辦法怎麼做 好 就是等一下呢 如果大家 就是給你個概念 然後這是我學生幫我弄的 所以等一下老師 如果不是很想畫的話 你可以直接拿 你可以直接拿去弄 好 然後我們從攪拌這個開始 這個 攪拌